小小冰热气球来啦 自从去年出现在台东路野高台举办的热气球加年华后 这次桃园市观光 局势出消息 将在石门水库举办热气球加年华 其中就有小小冰热气球 大家不用再跑台东也能看到啦 桃园将举办一年一度的石门热气球加年华 日监桃园官方的FB粉丝专业爱奇桃市出消息 将会有超Q的小小冰热气球 图片来源 桃园观光导览网 小小冰热气球去年就在台东路野举办的热气球加年华上出现过 这次也即将现身桃园啦 桃园石门水库热气球加年华过去曾有 过去曾有尤达大师与黑武士登场 今年又是出消息 将会有小小冰 图片来源 桃园观光导览网 桃园石门水库热气球加年华 不但有超多可爱的热气球可以报名搭乘 还会有超美的夜间光雕袖 图片来源 桃园观光导览网 桃园政府今年更预计在石门水库南院生态公园的大草坪打造大型游乐园 到时候会有高达6公尺的充气大型玩偶 还会有许多闯关活动 人桃园市民400元 人 被驻搭乘热气球采域约制 每场次仅100人 请 以免扑空 这次桃园举办的热气球加年华 比台东路也得更早开跑 重点是不会撞旗 大家说要不要干脆两个都去那Q的 来源 然后再继续